中国两会即将召开 外界普遍预期 当局将宣布 5%左右或以上的GDP目标 但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 已经回不去了 从2018年开始 其实每年都会有1%的降幅 要回到快速增长 或是过去的高速增长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态势 我个人觉得是 几率是非常低的 尽管中共官方公布的制造业 财工经理人指数显示 经济活动连续两个月大幅扩张 不过也有专家解读 这只是反映了 去年经济衰退后的恢复 有港媒报道 中国外贸大省福建 当地企业表示 接不到海外订单 感叹外贸大门已经关上 过去中国的经济成长的一个方式是 仰赖外资的投入 以及对外的经贸的扩张 但是这几年我们看到 其实整体的国际环境在改变 再加上美国在全球上布局的一个 防堵中国的一个经济生产的一个模式 学者也指出 疫情导致停工停产风险 衍生就业问题 进而影响民众的消费能力 未来中国如何达到经济稳定 恐怕比追求经济成长更来得重要 请订阅亚雅台电视王冠林张元亭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请订阅亚雅台电视王冠林张元亚雅台电视王冠林张元亚雅台电视王冠林张元亭